不伴嘴的呀 哪有不生气的呀 思想肯定会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磨合的 但是我跟大宝也是这样说 我跟直播间里的叔叔阿姨也这么说 咱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发生一点矛盾 就提分手呀 可以吗 你们能不能跟我跟大宝一起努力 也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点 不要有一点矛盾 然后就说哎呀你俩不合适 你俩分开吧 然后或者是那种就是说一些很丧气的话 可以吗 能做到的咱们扣个一好不好 因为我希望你们理解我 就是谈恋爱真的没有不吵架的 也没有说两个人一上来就哪哪都合适的 然后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再吵架 我不知道大宝怎么想的啊 家人们 但是我吵归吵闹归闹 我打心眼我是非常想跟大宝好好走下去的 并且我也希望跟大宝是有结果的 家人们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所以说咱都别说丧气话啊 但是你也得理解一下 年轻人谈恋爱真的有时候磕磕绊绊 真的是避免不了的 家人们 我跟你说我们俩要是谈个恋爱从头到尾 就是哎呀都是那种相近如宾 然后一点矛盾都没有 家人们我告诉你那是那是演的那不可能 你们说对不对 正常人谈恋爱没有不吵架不争吵的 这特别正常 你说非要让我们俩天天都特别好 我说实话那除非是演的 哪有不吵架 那夫妻还吵架呢 你别说谈个恋爱了 小情侣谈个恋爱 吵架很正常 对 咱千万别动不动的就 就是说什么我俩不合适 让我俩分手吧 什么的这种的 因为大宝这个人特别容易被带节奏 你知道吧 像昨天 然后我晚上我在开那个电话会议 然后就有人在底下带节奏 说什么 啊堂堂去找那个什么堂先生 你说多荒唐呀 你说你说这个干啥呀 家人们 你说是不是 你说气不气人 什么的 啊堂堂就是骗你呢 堂堂就是不想回家 就是不想见你 不要这个样子 阿姨们 这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呢 对不对 人家吵架都是劝和不劝离嘛 对吧 你们这样说 大宝他气头上又特别容易被带节奏 然后整的我一回来 我看大宝上来就给我一顿讯 那我忙了一天了 我回到家 看到大宝上来就是指责我 我心里也是一团火 对不对 这事情不是越整就大家越不愉快了吗 没必要的 真没必要 对 但是我 确实也对不起啊 让家人们操心啊 因为 年轻人谈恋爱 真没有不吵架的 真没有不生气的 但咱不能一吵架一生气就说分手 对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你说我生气不 我也生气 但是我觉得生气归生气 不能动不动就说分手 对不对 大家不是说三岁小孩了 干啥呢 吵个架就吵架嘛 过两天 俩人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对吧 那咋的了 家人们 那我就 我这么说 堂堂就是鸟不卖了 我跟大宝就非点分手吗 你们自己说 我今天我这个鸟就不卖了 我跟大宝就必须得分手吗 你至不至于 啊 不至于吧 对不对 就因为不卖跟鸟分手了 这不是搞笑吗 这 这不过家家了吗 这不是 哪至于啊 就这么点事 咋的吵吵架 闹到嘴得了 咋的还至于 还真至于吗 我觉得不至于 对吧 那大宝怎么的 昨天给我发发脾气 我就不要他了 那不是闹着玩的吗 反正我 我不是这样的人 家人们 我有时候跟我们粉丝 咱们有时候在群里面 逗两句嘴 对没有进群的家人们 咱们进群聊天 那有时候在群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有争执 我跟粉丝 逗两句嘴 然后转身 俩人又 好的不行 那你跟自己亲妈 跟自己亲爸 还吵架呢 你别说那啥了 多正常呀 吵吵就忘了呗 我这人不记仇的 大宝怼我两句 我生气 生了一天两天 我就忘了 对 他也是这样子的 那昨天晚上骂我凶的不行 那半夜我牙疼 他还不是陪我去看病吗 那这不才是一家人吗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那我俩昨天晚上吵成那个样子 你们想不到吧 我半夜牙疼 还是大宝带我去看个病 那我现在也很生气 那我也不会说 我就真的不要大宝了 对不对 那气头上说的话嘛 对吧 那他陪我去看个病 我其实 哎 那他再骂我两句 我也就算了吧 忍一下就过去了 那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子吗 两个人互相都 互相都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得了呗 对吧 嗯 对 我 我感觉是这样子啊 嗯 不能 不能小 小事情 然后整的太大了 这样子 娇生惯养 我还好吧 我也没有娇生惯养啊 家人们 啊 那给小宠物 蝉食蝉尿的 我也干呢 对不对 那我做化妆品 那一件 挣个五毛一块钱 你们要做过批发的 你们都知道 那我也干呢 那刚开始干 那刚开始来广州 跑档口的时候 那也是去各家去挑货什么的 那四十度的太阳 那一条街 我穿个高跟鞋 我照样一天的跑呀 我也不是说 就是那种什么 啊 什么都是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啊 我家里条件是不差 但是我现在有的这些东西 也都是我自己干出来的呀 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说 我怎么就娇生惯养了 我怎么就 我还是挺的傻的 我家人们 我这么跟大家说 你们要是 看堂堂时间长的人 你们都知道 堂堂这个人 有点无聊 我没有什么爱好 知道吗 第一 我没有夜生活 我真没有夜生活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 那什么酒吧KTV 我真不喜欢 然后喜欢的那些名牌啊 女孩子喜欢的什么名牌 包包啊 手表啊 我也不喜欢 我特别不追求这种东西 我是特别务实的一个人 还有人说我炫富 我炫啥富 你们在 你们见我在直播间 是带过一个什么名表 还是拿过一个什么包 包括开车也是 我家里是有好车 但是我现在上班 你知道我开什么车吗 我开三十多万的车 就为什么 我跟你大家说为什么 我现在无所谓 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 我觉得三十多万那样好开 我就是很实际的一个人 然后 我家里有电车 我家里有油车 油车贵 电车便宜 但是我上班 我会开电车 为什么 我觉得省钱啊 家人们 我 我感觉我挺务实的呀 真的 叔叔阿姨们 你们自己说 我真的是挺务实的一个人 我从来不 不虚荣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什么追求那些什么虚的 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家人们说 我唯一花钱花在哪 就买买衣服 护肤品 然后 养养小动物 家人们 那谁没有点爱好啊 对不对 你说我又 我又不喜欢那些 年轻人喜欢的名牌 我又不喜欢夜生活 我的爱好旅游 养小动物 我就这么点爱好 那谁都有爱好 对吧 有的人喜欢抽烟 有的人喜欢钓鱼 有的人喜欢什么打个牌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我的爱好就是比较无聊 真的 就是我挺喜欢小动物 要不然就是我喜欢旅游 没了 所以 所以我感觉 有人说你 你养个动物花很多钱 那你要知道我 我说实话的 我养小动物花这点钱 还不够有的女孩 一个月买个包呢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真的 那有的女孩买个包都好几万 对吧 我养个动物也就花那么点钱 因为我不喜欢买名牌 对 我觉得无所谓这些东西 对 我有时候像个男孩子 对不对 对 我不是那种很女性的 什么喜欢珠宝啊 包包啊什么的 我不是 对 我就打打羽毛球 我喜欢打羽毛球 喜欢游泳 喜欢旅游 喜欢养小动物 然后 喜欢网购 对 就是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解压 就是网购 就是 我跟你们一样 我 你们看我关注了多少主播 我关注了两百多个主播 家人们 你们有关注两百多个人吗 你知道唐达为什么关注那么多人吗 我是去别人直播间买东西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网购的人 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喜欢跑别人直播间买点东西 吃吃喝喝的 啥的乱七八糟的 我就买东西 没了 就这么点爱好 说大宝就是说 堂堂这种人不能要 小飞啊 对 小飞的话 家人们小飞这个事情 我感觉就是 等等小飞肯定就不干了 对 但是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 我就是不做了 然后我想 我是原本打算 给小飞和 和这个阿姨呢 安置一下 小飞呢 我是想给她找个工作 然后阿姨这边的话呢 然后 我是想 贴补她一点 然后 我还没想好 我还没想好 家人们你们觉得要不要做 嗯 然后 但是小飞呢 又得罪了大宝 我也不知道 我在帮小飞合不合适 但是 但是 嗯 我本来 哎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 如果 这个小飞呀 她不聪明 你知道吗 这个小飞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会聊天的人 她 她应该见大宝 应该就是 搁个前 搁个后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那个小飞应不应该见到大宝 之后就是搁个前 搁个后 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的 如果她是个聪明人 她该不该这么做事情 对 我也觉得 所以我说小飞呢 她也是年轻 知道吧 不会做事情 这个小飞 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小飞对我 真不错 家人们 她谁都不认 她就认我 真的 小飞对我是真的不错 知道吧 以前有同行啊 什么的想挖她 她根本就不去的 她就是要跟我做 所以你们看她 确实她脾气嘛 有一点是我惯的 实话实说 因为我也把她当弟弟 知道吧 我也比较惯她 有时候她做错一点 什么事情 我都 也不罚她 她有时候跟我 也是没大没小的 然后 但是也可能是我 没有教她 为人处事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为人处事 真的很重要 她其实聪明的话 她应该见到大宝 哥哥前 哥哥后 又端茶 又倒水 然后 她去跟大宝说 哥哥 我现在家里面 挺困难的 你能不能 不要要我 你随便给我安排个什么事情都可以 家人们 你们说大宝会不会心软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说小飞不聪明 你知道吗 小飞现在让我很尴尬 我本身是想给小飞安排 在我身边的 我不骗你 家人们 我本来大宝说 不让我做这个鸟设处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我想把我的司机给换掉 我本来想让小飞来给我开车的 我不骗大家 我本来是想让小飞给我开车的 但是他现在跟大宝这么一吵 你觉得我还能让他给我开车吗 所以我跟家人们说 我这两天我也是焦头烂额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感觉他们几个这么整的 让我就是下不来台了 我本来想的特别好 我跟家人们说我是怎么想的 我珠海这边的阿姨不是前阵子 因为我不怎么回珠海 然后我给她辞退了吗 我想着 我让小飞不干了之后来给我开车 让这个阿姨呢 来给我家里面打扫卫生 这样两个人是不是至少都还有工作 我本来都想好了 我就是想这么办的 家人们 我也想着把鸟就除掉 结果呢 事情发展成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小飞跟大宝吵一架 那大宝是我男朋友 你们说我是向着大宝呢 还是向着小飞呢 家人们 我本来吧 我本来还想给小飞安排一个工作 或者什么的 但是 你再怎么说 大宝对呀 大宝是我男朋友呀 家人们 我跟大宝 这个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我俩就是吵翻天 他也是我男朋友呀 那 那我 我确实啊 家人们 你们也别说我 那我肯定向着大宝呀 对吧 那那确实是这个样子 唐 唐也不是圣人哈 我确实得向着大宝 他现在小飞跟大宝这么一吵 我让小飞来给我开车 他给我开车 代表着他以后跟大宝 他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说我咋办呢 但是现在 我不让他来给我开车 我也不安排他了 小飞是不是会觉得 好呀 唐唐姐 你现在跟大宝在一块了 大宝不喜欢我 你就不用我 以前你对我这么好 现在有这个大宝 你就变成这样了 他是不是更恨我跟大宝 所以家人们 人真的很难做 我跟你说 当老板真的不容易当 知道吗 因为不是说发个工资 这么简单的 这些人情世故 方方面面的 谁的情绪 我都得照顾到 人家小飞跟了我 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不对 我现在因为大宝 跟他吵一架 我工作我也不给他 安排了 对吧 然后鸟 本来说卖一半 让他再养到年底 现在大宝 杠着我说 一天都不让我养了 那也就相当于 小飞从下个月开始 就完全没有收入 你想想 小飞心里面 恨不恨大宝 这件事情 对谁有好处 对大宝也没好处啊 你说你大宝 你干嘛要立个敌呢 我也不希望大宝 从此树个敌啊 本身我想着 这个大 这个事家人们 我是想做个合适老的 为什么 我说养到年底 养到年底 到时候这个 小飞也没什么说的了 阿姨也没什么说的了 对不对 到年底 我说确实房子也到期了 咱们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那小飞 他也觉得 我跟大宝也算人之意尽了 结果这大宝 跟他俩这么一斗 现在 小飞工作我也安排不了了 大宝这边又逼着我 不行 必须立刻马上把鸟给清掉 你们 你们真的 叔叔阿姨们 你们站在堂堂的角度思考一下 我堂堂难不难做人 我是两边都得哄 我都得哄 小飞年纪也比较小 而且小飞家里面条件也不好 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一直跟我说 姐姐你也知道我们家什么条件 人家这话一出来 我心里面又 又感觉咱不帮吧 又说不过去 对不对 而且我说不行 咱就做到年底 我也是这么跟这个 小飞跟阿姨说的 我说不行 咱就做到年底 你要是有合适的工作 你就出去找工作 你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 你就在这待到年底 我也不会赶你走 家人们 你们觉得堂堂这样做事情 有毛病吗 我已经跟小飞说了很多次了 如果你有合适的工作 你就赶快去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工作 你就做到年底 或者我这边司机回来 我不用了 然后你过来给我开车 这话我才刚给小飞谈好 给阿姨说好 然后 大宝就说不行 立刻马上你给我清场 我不清 你们说 我不把大宝当回事 我不顾及大宝的感情 我清吧 我这个人做事情 你让我 这些员工怎么看我 人家觉得你堂堂谈个恋爱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有个男朋友 男朋友说什么就是什么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咋整啊 那你们告诉我吧 好吧 叔叔阿姨们 你们告诉我 我怎么办 我是等到年底 还是就听大宝的 现在立刻马上 我不管你小飞 我也不管你阿姨 就这么 就这么整 就这么整 马上清掉 真的很难做 家人们 真的很难做 当老板真的不容易 你就是说散伙 你也得为你的员工 找好下家 去把一切都给人家安排好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而不是说因为我赔了点米 我不做了 我不管你死活 你爱去哪去哪 对不对 咱们不能这么做事情 我现在家人们 你放心吧 小飞这么跟大宝一吵 小飞是做不了我司机了 你们说对不对 你放心 做司机是不太可能了 他做我的司机 他跟大宝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俩天天没事干一架 没事干一架 我这个日子过不过了 我咋做人呢 我怎么可能让小飞来跟我开车呢 除非小飞现在突然 这个脑子清楚了 跑过来给大宝说 大宝哥 我错了 都是我不懂事 你给我赏我口饭吃吧 那大宝那面子有了 我在顺势说 我说哎呀 小孩不懂事是吧 给人家个工作呗 那大宝肯定说 那行吧 那这还有可能 他小飞但凡不给大宝道歉 你觉得我能用他吗 我肯定不能用他呀 那再 我跟大宝再吵架 那是我男朋友呀 对不对 难做 真的难做 我司机掉岗位了 对 我司机 因为司机不忙 我跟你说 我十天半个月 用不着一次我司机 掉岗位了 他有他要做的事情 一个好的老板 不是说把一个萝卜 按到一个丁里 一个螺丝打到一个丁里 我觉得你做我的司机 只是一个跳板 用一个司机 用个一年两年 你还用他 只能说明你这个老板 人不咋地 我不知道家人们 能不能理解 你给老板开车 是为了开一辈子车吗 大多数人不是吧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人家给我开个 半年一年的车 我还不给人换个岗位吗 对吧 司机只是一个过渡 对 是的